天坑底部隐藏神秘石崩桥 树井下面是否藏着一个地下土城 这里是贵州安顺的一处荒山野岭 山坡上赫然出现一黑洞 当地人称莲花古洞 传闻每逢夏季雷雨到来之时 石崩桥便会被暗河吞噬 那么洞底究竟是何模样 我们决定带上专业探洞装备 连夜前往一探究竟 正如大家所看到 现在我们疫情五人 已经是抵达了贵州安顺市普丁县 驱车800多公里 现在这个莲花古洞 应该就在我的前方 但是这是一片密林 今天主要是 大家看这个野桃子 这里发现了一瓦野生的桃子 天呐 是人的 我们继续前进 这里 翻过来 莲花古洞就在我手指的前方 由于前几天下暴雨 可以看到在进洞的这边 已经形成了一个雁塞湖 所以这边是发生了水灾 有可能今天这个莲花古洞 我们是需要用索酱装备下去的 因为曾经这个莲花古洞 有一个非常隐蔽的洞口 是可以走进去了 里面有一座天生石桥 非常的神秘 关于这个莲花古洞 有许许多多神奇的传说 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开启不一样的 莲花古洞探秘之旅 大家看 直壁上有磨牙石刻 然后这应该是莲花古洞 最大的一个窗口 因为莲花古洞 它是三栋相连 三个天坑相连 下面有红味探明的洞道 不知道有多深 但是这里下去 四周都是绝壁 我们决定还是迂回一下 从旁边那个洞口 去试一下 看一下那个 哇塞 里面有水 在密营当中又穿行了半小时 我们现在终于是抵达了 这个小洞的洞口 可以看到里面 有非常大的石桥 这里有一个石桥 再看那边 那边有一个水潭 由于前几年涨洪水 所以这个洞口的 进洞之路 已经被堵死了 现在只能从这里开线布城 寻找自然锚点 一神到底 看起来非常古老的 而且那里有一个圆形拱门 说不定这是一个名胜古迹 我们不要对这种名胜古迹造成破坏 所以这时候我们决定 找一个牛鼻子 把绳子拽起来 然后利用双绳下降 这样比较安全 好了 开稿 为了不破坏这个山体 可以看到这个大青石 非常的老实 大家一定不要模仿 我们是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 进行探索的 大家一定不要模仿 可以清晰的看到在我手指的方向有一个大升潭啊 由于前几年暴雨了 这个洞道里面已经被水覆盖了 可以看到在那个方向 有一个石头的堡垒 而且那里有个圆形的拱门 曾经在这里是有路可以走进来的 但是我们去查看了一下 这个前方的被巨石挡住了 在他有专属验机报告 还免费保修一年 可靠谱了 强烈推荐 你也在专专上面去换一个吧 特别划算 现在咱们四个人都非常安全的 从这个绳子上面降下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还有曾经别人飞无人机 在这里炸鸡的痕迹啊 看到没 所以这里面应该是有一定的磁场干扰 这时候呢 大家又随着我的镜头 我们看一下这个 后面的这个石头 碉堡啊 以及这个楼梯 是为什么建成了这个样子 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莲花鼓洞啊 在没有发大水的情况下 是可以走进来的 所以呢 这个地上有很多矿泉水平 这应该是来玩的这些朋友啊 他不讲究这个数字 乱扔垃圾啊 这个很不好 再次呼吁大家 在游览这种没有人员管理的这种 民生古迹的时候 尤其是要注意支撑数字 不要乱扔垃圾啊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站的这里呢 就是莲花台 那边呢 有一潭深水 不知道这边的洞道能否通到那边的洞口 我们现在看一下 在这边呢 有这个非常宽阔的这个不由道 这个据说啊 是清朝末年的时候 建的这个台阶 可以看到这个条石上面 还凿得有这种方孔 曾经这里应该是搞得有这个栏杆啊 护栏 左边呢 左边呢 有非常漂亮的棕乳石 可以想象 在我们古代啊 中国古代 就有文人默克 喜欢到这种洞里面 来参观啊 游玩 而且对这个洞里面 进行了一定的建设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些古迹 这里还有别人丢弃了矿泉水 这个真的很不文明啊 然后走到这里呢 它是有两根巨大的棕乳石 中间形成了一个石门 然后这古人呢 就是因地之谊 直接在这个石门前面 就搭起了这个圆形的拱门桥 这个洞枪挺大的 差不多有三百来个平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温度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 上面雾气蒙蒙的 温度可能会高一点 下面看着很清透的这种空气 它的气温就要低一点 来看 现在向阳已经 什么 这边有一个柜子 一个木头柜子 一个木柜子 向阳在下面发现了一个木头柜子 我们赶紧下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圆形狗门的下面 对对对 那里有个小火狗 那里是什么柜子 这是一个烂掉的沙发 这里面有很多生活垃圾 而且有很多酒瓶的碎片 应该是天气很好的时候 有人来这里烧烤过 看这个中乳石 上面我刚刚以为是一个完全平的平台 实际上不是的 它是有这个石板 搁置在那个中乳石上面 然后形成了这样一个平台 而且这边已经被敲的不成样子 这个被毁坏的非常严重 最后这个地上非常滑 可能前几天水还没退的时候 已经淹到了这里 这下面是一个小洞枪 这里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这个中乳石上面 像一个垂吊老者 看到没 现在那个地方 非常漂亮 好 现在我们回到主动厅 继续向那边探索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废弃的剪刀 这个剪刀看起来已经非常古老了 这个应该是古人留下的 但这些啤酒瓶 一些塑料制品的话 就是现在的人在这里丢弃的 感觉非常痛心 可以看到在这里也有 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儿 我还没看懂 好多生活垃圾 待会我们视频拍完的话 把这个剪一下 这里还一个碎掉的大石碑 明锤千古 这应该是写的明锤千古 这里有锤千古几个字 是什么朝代的 看一下 清朝 清朝什么 厚不赞 不对不对不对 这是写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功德碑 建造这个莲花果栋 一些捐赠人的名单 能够看到两款就好了 这里有两款 光绪 光绪 五十几年 五十九年吧 好像是写的光绪五十九年 明锤千古 功德碑都被掀下来了 感觉非常可惜 好我们继续前进 继续探索 在这个地上 这个草上面 绝类植物上面 都布满了这个篱子 前几天可能这个水 已经淹平了我们这个下降点 过来之后呢 这个路跟这里走过去了 然后前面呢 就是一个大水滩 由于我们这次没有携带干衣 也没有携带奖本 所以这里是过不去的 所以那个洞口 我们必须是收神了 降下去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全部都是被淹着的 包括我面前的这一尊中乳石 那一尊中乳石 都全部被淹了 而且这个地上啊 有很多这个玻璃的碎片 大家看 看到没 全都是 这玻璃的碎片搞得不好 会把这个干衣给弄破 所以这个不好搞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什么样的环境 这个左手边还有一条支道 哇 好滑呀这个 这里面全都是被水淹起来了 而且这个地上有很多这个啤酒片 这个中乳石非常的漂亮 哇 由于这个洞穴啊 是不可再生的这个职员啊 大家来这种古迹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自身的素质 不要什么东西都往里面丢 看见好看的中乳石就敲打 想据为己有 这个是不对的 可以看到在这边 也有一个水洞道 都是过不去的 那么要莲花果冻 大家看 我头上方的这种乳石 仿佛盛开了莲花 不过是向下垂着的 感觉还是非常漂亮 准备爬上去了 然后大家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去看第二洞 开了 这个莲花果冻的洞口 发现了有这个白子仁 这个很难得吧 大家一定没见过 这个也是一味中药材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这个第二洞口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脚下踩的都是这个沙力岩 而且在我面前有很大一个 类似战壕的这样一个壕沟 原石矛点是坐的有点远 这是我坐的最远的原石矛点 现在我已经做好了保护 我下降到那个位置了 就摔到那个树上 然后就可以降下去了 这样对这个古迹没有一点点的破坏 下方就是40多米高的悬崖 然后巨大的洞口就在那方 可以看到这个坑边是万人绝壁 所以进到这个洞里面 目前来说只有索教 然后做好了保护 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下方发现了一条菜花蛇 在这个位置 这条菜花蛇在洞 那个墙上有磨牙石刻 这个洞口应该就是联通了那边的莲花鼓洞 然后在我正前方 那边有一个幽深的洞口 看起来是深不可测 刚刚在我上方是发现了有一条蛇 现在已经跑了 我们继续下降 这里还有30来米 哈喽 大家好 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 所以我们来探洞 今天要探的洞是我们湖北长阳天柱山 上面最大的一个溶洞 也是最显的一个溶洞 就在我身后的这个悬崖之上 我们这时候是专门请到了我们制导 还有随行的拍摄人员 准备从这里攀岩上去啊 今天的挑战非常有看头 我们出发了 这里发现了一束野生木耳 这里有很多野生的魔芋 然后我们要一直跟着这个悬崖下面走 这个悬崖很陡吧 制导果然是有多年的户外经验了 穿着一双解放鞋 永远走在我们的最前面 为我们披荆斩棘探索前进的方向 这就是一个好导演必要的数字所在 没有想起来 走,走路滑,注意安全 这种悬崖都没几个人走过 这个我觉得我可以 去摩托车挑战一下 这个是以前的关道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最陡的悬崖 上面一个关溜溜的石头上面 有这个人工修着的台阶 这是一个古石匠工艺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面还很陡啊 上去全部都是这样的 小吱吱拐回头线 我们沿路是爬了两个多小时啊 终于是爬到这个悬崖顶上 大家看一下这个下面有多陡 这个下面可能是万丈深渊啊 怕不怕 快走吧 这个好高啊 一直是跟着这个悬崖边边上走的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我们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啊好像要到了 好像要到了 我的天哪 哎呀什么鸟 我的天哪 就在这里啊 这里有很多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分辨 天哪 天哪 这里还有 好像是人为的痕迹啊 有这个树条子 哇 还有锅 这是为什么啊 这时候就到了这个洞口啊 我们马上进洞探索 现在我们是刚到这个洞口啊 我就被深厚的这一幕吸引到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洞的天秤上 非常非常圆 我们这时候记录往里面探索 挖挖挖挖挖挖挖